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之中 为了夺取至刚无上的皇位 皇室家族之中尔虞我诈 同是操歌的情况屡见不显 而更有令人发指的是 有些残酷的皇帝即使已经登基称帝 大权在握 但仍然对皇室家族不放心 乃至将他们赶尽杀绝 在这其中就有一位九岁皇子被刺死 此前他淡定自若 说了七字得以流传千古 这位可怜的皇子就是南北朝时期 宋孝武帝刘骏的第八子刘子鸾 生母为殷书仪 据南史宋孝武帝本记记载 宋孝武帝刘骏早年机智聪颖文武双全 在战场上也是屡立功勋 颇得民众诸将推代 后来在夺取皇位后 刘骏在政治经济上皆有作为 他先是削弱士族势力 大力提拔寒门势力 后又劝克农丧 减免天下赋税 使得政治一片清明 然而在统治末期 却一改前期的西兵减政的风格 开始居傲自满 大兴土木 扩建公事 孝建元年 宋孝武帝刘骏 在平定号称 江左第一大洲的南郡王刘亦宣后 刘骏因垂涎堂妹的美貌 不顾刚长伦理 便将她纳入宫中 封为书仪 尾碧人耳目将其感性为殷 史称殷书仪 殷书仪入宫后 凭借着美艳绝伦的外表 柔美乖巧的性格 于是得以 承欢试宴吴贤霞 几乎到了专善恭维的程度 两年之后 宠冠后宫的殷书仪 很快就为宋孝武帝刘骏 生下皇八子刘子鸾 而面对刘子鸾到来 刘骏也是非常欣喜 毫不夸张地说 刘子鸾从小就是含着金钥匙长大的 即使母亲后来因病去世 刘子鸾仍过着万千宠爱 给予一生的幸福生活 通过史料 我们可以发现 刘子鸾因为受宠爱 五岁时即被封为襄阳王 后来改封新安王 又加封为北南徐州刺世 岭南狼牙太守 所受恩宠远胜过其他兄弟姊妹 在当时 朝中的官员想要得到 宋孝武帝刘骏的青睐 没有不投身于子鸾府中或封国的 母以子贵 孝武帝因为宠幸殷淫书仪母子的缘故 曾动过好几次 想要立其为后的念头 但最终因殷书仪的早逝而作罢 可以说在殷书仪死后 刘骏精神涣散 痛不欲生 整天不理正事 每晚睡前都要在他的灵前倒酒对饮 之后痛哭流涕到难以自拔 最后 刘骏还下令给殷书仪盖一座庙 庙城后就以刘子鸾的封号命名 称为新安寺 由于殷书仪宠冠后宫 在他死后便追封他为贵妃 宋向武帝刘骏也将对殷书仪思念 转移到六岁的刘子鸾身上 并且加封刘子鸾为司徒 都督南徐州诸军士 后来又加封为中书令 以至最后向武帝有了另外立储君的想法 以取代顽劣不堪的太子刘子叶 但因为重重阻力未能付诸实施 然而正因刘子鸾得刘骏恩宠太多 无形中他也遭到太子刘子叶嫉妒 给这个年幼的孩子带来灭顶之灾 俗话说风头过盛 有些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在最无情的帝王家 刘骏虽然十分宠爱刘子鸾 但是依旧没有打破老祖宗的规矩 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嫡长子刘子叶 而宋前废帝刘子叶 素来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暴君 在魏时期凶残暴虐 揽杀大臣 起初他因政权不稳 只是夺取刘子鸾中书令的官位 但在宋向武帝刘骏死后一年 刘子叶渐渐掌控军政大权 以忍耐许久的刘子叶 终于对刘子鸾动手 以意图谋反的罪名解除他所有的职务 并派遣使者将其捕杀 宋史刘子鸾传记载 帝宿己子鸾有宠 祭诸群公 乃前使赐死十年九岁 刘子鸾遇难时年仅九岁 与他同时被害的还有亲弟弟刘子施 亲妹第十二皇女 据史料记载 当准备行刑的时候 其他兄弟姐妹都哭成泪人 只有刘子鸾异常冷静 淡定自若 并且留下了一生最后的感叹 愿身不负生亡家 意思是说 希望下辈子自己不再投生帝王之家 而就是这句仅七个字临终感慨 可谓是凄凉之志 着实令人心酸落泪 无情的还是帝王家 哪怕是同根生 却也相互煎熬 虽说刘子鸾被杀害 但是他说的七个字 却成为了千古流传的名句 而宋前废帝刘子叶 虽说铲除了眼中钉 但是由于他过度荒淫残暴 终归也没有好的结局 一年后他便遭遇了叛乱 被尸杀 十年十七岁 继位的宋明帝刘玉 当即追封侄儿刘子鸾为史平王 十二皇女为县公主 并恢复子师的王位 同时命建平王刘锦肃之子刘延年 做子鸾的后寺 将子鸾改葬于莫陵县龙山 不过这个刘子叶的结局也不是很好 或许是小时候遭受父亲刘骏训斥过多 他连死后的父亲也没有放过 他命令在太庙里挂上各位先祖的画像 当看到刘骏的画像时 他说 他是大九糟笔 怎么没有了 立即叫人重新画上 对父亲这样 对母亲更是悖逆不当 太后病重 希望见儿子一面 哪曾想这个逆子竟然说 病人的房间多贵 不能去 气得太后险些自杀 新菜公主刘英媚是刘一龙的女儿 也是刘骏的异母妹妹 刘子叶的姑姑 她竟然强迫刘英媚留在后宫 封为谢贵嫔 之后又杀了一宫女 送到刘英媚父家和麦府上 鬼称刘英媚已死 她有一个童母姐姐 刘楚玉 山英公主 主动进宫 与其同吃同住 这个山英公主 向刘子叶索要男宠 于是刘子叶 一下子赏给了她三十个面首 山英公主看上了她的姑父 楚渊 刘子叶命令楚渊 待在公主府 一连十日 楚渊敌死不从 最后总算得免 这都什么事 她曾把朱王妃 公主召集起来 开集体派对 强令进城凌辱他们 其中南平王刘朔的妃子 江妃不从 刘子叶竟然将 江妃的三个儿子杀死 并鞭打江妃一板 她还当着她叔叔 刘修仁的面 强令手下 羞辱修仁的母亲 杨太妃 刘义公是刘玉的儿子 文帝刘义龙的弟弟 也是刘子叶 爷爷辈的人物 是她的顾命大臣 看到刘子叶的狂辈之风 忧惧万分 谋划废掉刘子叶 不料泄密被刘子叶朱砂 分解 铺开胃肠 挖出眼珠 浸泡在蜜里 做成鬼目纵 她害怕叔父 在外镇作乱 于是将几个叔父 调入京城 囚禁在大殿之中 其中的三个叔父 刘玉 刘修仁和刘修佑 因为肥胖 被她装在竹笼子里 称重 并称刘玉为猪王 刘修仁为沙王 刘修佑为贼王 她又在店中挖了一个坑 里面填满泥水 把刘玉脱了衣服 放入坑内 再在坑旁 放了一个木槽 槽里装着食物 逼迫刘玉 像猪一样吃食 你能想象 这是真的吗 我宁愿相信 这是史家的诽谤 与抹黑 所谓多行不义 必自毙 当吏部尚书 蔡兴宗 想要联合大臣 举世时 虽然许多人 都没有答应 比如老臣 沈庆之 王玄摩 还有刘道龙等 但居然没有一个告密 可见刘子叶此时 人心尽失 只剩下最后一击了 最后一击的 便是诸王刘玉 他的亲信 阮殿夫 结交了刘子叶的侍卫等人 刺激杀了刘子叶 从15岁登基当皇帝 到17岁被杀 仅仅两年的时间 刘子叶做了 无数残忍又荒淫的事 如果不是史书上 明确记载了 刘子叶的年龄 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这么多残忍又荒淫的事 竟然出自一个十几岁少年之手 不过 他的下一任皇帝 他的叔叔刘玉 残忍程度 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玉就是后来的宋明帝 他也有许多的奇葩知识 我们以后再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